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阻内的兄弟姊妹 平安 我们在圣诞节后 我们在第一个主日 我们一起来庆祝圣家节 那我们看到耶稣的诞生 不只是他一个人 是关系到一个家庭 一个群体家族 那有关于家族的部分 今天读经一就提到了 我们除了这个血肉的家族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信仰的家族 就是从亚巴郎开始 我们称为信仰之父 他因着对天主的信赖 我们也因着对天主的信赖 加入了这个家族 一起分享天主给他的祝福 一代一代因着信仰 传递下来的这个恩宠 那今天在福音里面 我们看到了是 这个圣家如何活出这个信仰 圣家为什么是我们所模范 或是我们所愿意笑话的部分 就是这个部分 对我们家里面没有耶稣 我们没有圣母 没有若瑟 但是我们可以学习像圣家一样 愿意去依靠天主 相信天主的安排 那我们慢慢的也会走圣家的这样的一个道路 那今天在福音很特别的部分 就是这个西莫昂对圣母的这个预言 说有一个把利剑要刺透他的心 这其实有很深的一个意向在里面 我们的家庭生活 不是只是甜甜蜜蜜 都没有什么事情的 我们在生活里面 家庭生活 有时候也会有很深的 这个伤害痛苦在里面 那我们慢慢的在家庭的生活中 学习着圣家 对天主的依赖 即使有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们还是继续可以在天主的保护下 在天主的祝福下 就像信德之父 亚巴郎对天主的信赖 看他的过程也不是都是平平顺顺的 可是他因为对天主的信赖 天主对他的祝福 一直留在他身上 所以我们在家庭中有一些痛苦 有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一样像着今天所讲的 虽然这个西莫昂的预言 很清楚的说会有这个部分 可是我们在圣母的身上 看他如何面对这个部分 继续的想相信天主 继续的依赖天主 那这些东西困难 跟这些总是会过去 那天主的恩宠 会继续在我们的生活中 特别在我们的家庭中 继续发挥他的效力 愿天主降福你们 和你们的家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